下個影響因素叫做濃度 濃度變高就是東西變多嘛 東西變多但碰的機會就會變高 有效碰撞機會就會變大 所以反應就會變快 也一樣我們國中教你叫做 濃度跟反應數量成正比 好就是我們國中就教得再好 我想如果偉大的學問都是高中以後 更有學問以後的事情 我們國中就是濃度跟反應數量會成正比 如果濃度變成三倍 那反應數量就會變成三倍 濃度是我們前面叫做那個莫爾濃度 還有那個PH值也叫做精靈子的濃度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知道它反應會變成幾倍 ok然後呢 我們剛剛說東西如果變細小 反應就是會表面積會變大 反應會變快 怎麼樣磨的最小 配成容易完全拆開 這樣就會拆得最小 然後配成容易還可以怎麼樣 可以調整濃度 吸一點或者是濃一點 所以我們在實驗室做實驗的時候 如果可以配成容易的 我們都配成容易 因為這樣子反應會比較快發生 而且我可以靠控制濃度來控制它反應的快慢 所以我們就把它配成容易 然後我們再來做實驗 好這邊有一個模擬的動畫 來跟我們去看它的濃度跟反應的關係 濃度跟反應的關係 好 這是PHET的模擬動畫 然後我們需要做實驗 好我們來看一看圖 現在呢我放10個A 10個B C 好東西少一點 好開始 開始 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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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了半天也沒有看到那個A B跟C反應 然後呢就是反應很慢 反應很慢 OK 我們現在呢我們多一點 我們放30個A 30個B C 會不會好一點呢 開始實驗 好讓它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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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還是沒有看到 你的B跟C有啦出來了吧 所以反應比較快對不對 比剛才還在快一些 來快一些就出現了我們的A B跟C 所以呢這就是要告訴你 我的濃度越高反應速率就會越快 OK好 來這個請問你剛才講過PH代表濃度嘛對不對 氫離子的濃度PH越小代表氫離子的濃度越高 請問你誰的氣力產生最快 這個叫做來 就是碳酸鈣就是貝殼啦 碳酸鈣跟酸作用會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呢我的貝殼都一樣 那就看我們的酸的濃度 酸的濃度越大反應就會越快 那PH值越小就代表其實濃度就越高 所以找那個最小就是反應最快的 所以呢就假是PH最小 所以假的濃度最大 所以呢反應最快 我們答案就選A很簡單 小事一樁就是看濃度大反應快小事情嘛 OK 那換成這樣咧 換成這樣 這個有考兩個因素 一個是表面積 大塊跟小塊的表面積 那一個是考濃度 濃度濃一點還是淡一點 哪一個的反應會比較快咧 然後咧我們找 我們看要找誰啊 大帥哥還是大名語 看到的是大帥哥 32 32號 32號 32誰 帥哥好 答案 C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C兒 因為顆粒越細就代表表面積就越大 反應就越快 所以塊狀 粒狀 粉狀 那麼誰的最細 就是粉狀最細小嘛 我講的塊狀 粒狀那個就是考試題目會寫的寫法 然後呢濃度越高反應就會越快 所以找那個顆粒最細小的 越粉的 然後濃度越大的 所以我們的答案就選的就是C 就這樣子 就是問 反應誰快誰慢 這種是常常會考的題目 給一個條件 問你反應誰快誰慢 濃度大反應快 表面積大反應快 OK 那麼再來就是壓力 我們壓力主要是對氣體 對氣體的反應的影響 壓力主要是對氣體 然後呢 怎麼樣讓我們的壓力會變大 有一些方法 一個方法是東西一樣多 但體積小一點 一個方法是體積一樣多 但是東西多一點 一個方法是東西一樣多 體積壓到溫度高一點 所以這些做法都會增加我的碰撞的機會 你想到嗎 東西一樣多 或者是塞的很小很小 碰撞就會變多 或者是一樣大 可是東西很多 碰撞就會變多 所以 你這些東西都會使我的 碰撞的機會會提高 所以反應就會變快 反應就會變快 所以壓力增大的時候 氣體的反應 通常就是反應會變快 反應會變快 所以就是增加它的有效碰撞次數 這就是壓力的影響 我們國中的考試題目 比較少均線壓力的問題 比較少均線壓力的問題 好 但是知道這樣就好 但是後面在交可逆反應的平衡的時候 會有壓力的東西會出現 就是有關於跟各位介紹 濃度跟壓力對我們反應素育的影響